大家好,我是Kerry,溫哥华的地产经纪 现在已经是Take 25了 我希望是最后一Take很累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想讲很久 但一直都没办法得起心肝去讲的一个项目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东西 因为要花很多心机去了解 然后继续跟大家讲,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话说我们的项目是Oakridge Park 缘起了很多年了 1617年我刚刚移民第一次来温哥华的时候 这边的一个朋友,地头蛇 他跟我说,我带你去这边最好的摩 我们就去Oakridge 我就满怀一个兴奋的心情去到 谁知道真的都挺跌眼镜的 因为装修方面都挺有年代的风格 简单来说很漂亮 我们在荃湾广场翻新都比它更漂亮 这样就已经最漂亮了 这就是第一印象 然后过了两年左右 我就拿了个兴奋 那时候我第一间挂牌的地产公司 在Jofie 里面有个同事在West Bank 也有做的 他说,你来个兴奋吧 那时候我就是 差不多第二次踏足Oakridge Mall 那时候已经在拆 所以包了很多白布 走一些很迂回的路 才可以去到一个很长条形的地方 参加完又没事 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做地产经纪 根本未碰过楼花 所以看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再过一两年 差不多是2021年 我开始跟大家分享很多楼盘片 从小楼盘开始 就更加焦点做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 因为我觉得投资、回报 以及将来的发展是比较好 所以就越来越焦点做大型的项目 我一直深深念念Oakridge 因为我深知它才是最棒的 因为它是位置了Oakridge 这个没有人不懂的地方 始终是温哥华 整个温哥华的西区 是一个很中间的位置 而且是一个远远流畅的摩 你想想一个摩 由它曾经出现到它被拆射 再重建历史是多长的 所以我想整个大温都没有太多人 不知道Oakridge在哪里 一个这样的地标 将它重新拆射 然后再建 而且它不仅是再建一个摩 它是整个项目 发展商West Bank 由它改造了 它将整个摩 以前旧的摩拆射 可能只剩一小块 然后在上面就建了 大家可以看到将来会有 那么多栋构的构建 高高矮矮 差不多有九栋高楼 还有些后面矮的楼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差不多一百万尺的摩的面积 还有旁边低楼层的三四楼 全部都是一些商业 即是office space去卖 由此可见整个项目的 一个虚陷的程度 而且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 它和其他一些发展中的项目不同 它是整个东西有一个 这个确实的timeline 即是它不是一半一半的建 你不知道下一构 什么时候会建成 它整个大家现在眼见的东西 都会在2028至2030年之前 去完工了 现在卖的或者是第一期的 就是2024年就会完工了 就是这一构灰色的建筑 我们今天会重点讨论的 就是这里的住宅 和下面的商用的买卖 第一期 其实这个已经属于 第一期的第二阶段 之前第一期 卖的也是这两栋楼 也是第一期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两栋楼 和这里 都会是2024年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开始入住了 我们先谈谈楼盘的位置 虽然我都知道 这一条是Camby Camby是南北向的 前面是北 然后这边夹的就是41階 Camby和41階 都是整个温哥华最旺的两条街 41階 Oak Ridge Camby 这里是整个温西的最高点 因为温哥华和Richmond有点不同 Richmond是平地 没有什么高不高 但是温哥华 其实好像一个山坡 就是小山丘 它会有不同高度 上斜落斜 来到这里会是一个最高的位置 在最高的位置 起最高的楼 你的景观 或者远处看进去的大刀 感觉会很强烈 一路再是南北 东西这样下去 因为松灵的楼就会越起越矮 波度都会越来越下 它是有一个地势的一个优点 好了 我们稍后会慢慢 下午后会解释给大家 这个楼有什么特点 可以先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楼已经有一个设定好开幕时间 这是一个确定的时间 和我之前有些楼盘片和大家分享 要大家期待延期有些不同 发展商已经和很多著名品牌 是签约 都是目标 仅在2024年的11月 就可以开业 主要为何要选择这个时间 就是因为希望它可以赶在圣诞之前开业 这两栋建设 这是我们第一期卖的 最后是这一栋 主要是这个住宅 我们稍后会谈谈住宅 我们先谈谈住宅下面的 这些叫做office building 因为它除了100万尺的空间之外 它能够买的除了是住宅 还有这些商业 是office space 其实之前好像没有一条片 跟大家分享过商业 这一件事 我们首先谈谈为什么要去买 或者去投资这些office space 其实刚才一直谈谈 奥区age佔了一个最黄金的地段 然后它也在一个新的mall 最重要的是它会带很多人流 人流流量就是金钱 有一个这么美的mall 很多建议 住很多人 而且能买进去 奥区age有一个特点就是贵 FW 提到Oakridge的楼盘 人们就说很贵 我刚刚做经纪的时候 已经听到Oakridge 很贵的,2000元一尺 现在隔了这几年 所有物价、所有水涨船稿 都2500、6元一尺 分分钟到3000元一尺 但它贵是否卖不出呢 卖到第四栋 那些都已经清晰了 就是一直有人买 有人会住进去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带了一些贵客进来 然后他的房间里 亦有很多可以高消费的品牌 由食到买都是 至少有9个LVMH的品牌 会进入入商店里卖东西 包括食物的话 他的餐厅也是很高端的 除了一些独立一间店铺的餐厅之外 他特意设计了一个 Food Hall的高级餐饮位置 这个高级餐饮 会由发展商自己营运 每六个月转一次餐厅 选择的都是米芝莲 或者是海外著名的厨师 六个月转一次 就确保住在这里 或者经常来用这个空间的人 多段可以换身口味 这些都是West Bank 本身在这个项目 帮你做的市场 你在这里做了一个公司的空间 你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我的办公室在哪里 我的办公室在Oakridge 对我的办公室在哪里 在多少街和多少街的商场 还要传个地址给你 这些会为自己带来的 一个品牌的效果 你会知道你服务的人群 可能很大多数都是这个住宅圈 或者是温西的人 会来这里用你的服务 所以它主打 或者是它最吸引的是什么人 我研究过 主要是两大区块 一个是医疗方面 因为大家知道 医疗产业其实是很大的 我们平时小病小痛 去看家庭医生 有些什么事 就可能要看专科 眼科、耳鼻喉科、脑科等 是一条龙式服务 因为我们其实最不想出现的 就是今天去看完这个医生 又要駕駛几条街 去找一个照XGround 然后又要駕駛去另一个地方 就是做LAP test 可能是验血 他希望在这里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大家把一部车下去 然后在这里 就可以搞所有医疗的东西 这是一样 另外就是 跟生活财务有关的 一些专业的服务 例如银行 然后Mortgage 律师 公证人 或者是Financial Advisor 财务策划等等的办公室 所以这里的Strada Office 这一边是小一点的 主要是六百多八百尺 去到千多二千尺的办公室 他希望可以接触到 这些小型的专业办公室 之前卖完的 后面这两栋办公室 是大一点的 两千多尺都有 但那里已经卖完了 整个Oakridge 可以买的商业办公室 其实这里是最后 因为这一堆已经卖完了 这些是住宅 后面第二期都是内缘的住宅 就不再是商用 所以本身他服务的人群 是比较顶尖 二来他数量很少 第三 他的黄金地段 第四 还有一样 就是他没有海外买家税 所以也吸引了 非温哥华 或者非加拿大人 去投资 在这个里面 所以变了他的数量少 也是他的比较优势 数量少之余 以往在Oakridge 这个房间 他未拆之前 无论他的办公室的空间 还是他的卖室的空间 其实一直都是零空间 即是不会刺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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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根本是没得选择 即是有空间 即是有空间 反应就立即去做 否则都不知等到何时 所以现在在预售的阶段 你不用等很久 等两年多 2024年就可以收楼 你还可以选择 我还可以选择门牌号码 选择方向 入一点还是出一点 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在哪个位置 问一下风水师 其实是很少有的 也是一个比较早的阶段 去买Office Space 所以Herry是比较推荐 我可以选择这一件事 我可以选择 那在投资商业项目 数是怎样计算的呢 首先它的赤价 其实跟住宅是差不多的 2400、2500、2500、2900、3000头 都会有的 因为这也很在乎地理位置 有没有景观 大小等等 这是赤价来的 然后你租出的价钱 现在大约是70美80头左右的年租金页 简单来说 如果你用600尺的空间 我们用最低的尺价 600尺2400元一尺 你买回来的话 大约是8-4-5万左右 如果年租率80元的话 你租金大约4万多 5万元不到的 你的回报率是3% 但是这个商业的租金和我们住宅的租金有点不同 就是商业租通常是长租 另外你是不需要去为商业给管理费 给地税等等 这些全部维修地税等等 全部都是由租客 就是租你的办公室的人去负责的 所以你那个基本上是 线业的收入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而在商业方面 你亦可以做到负责 我们跟RBC黄家银行都有合作 亦有专门做商业的负责的组织 可以帮到你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 它的设计特色 我们讲两样 一个就是绿化的效果 这个要代表发展商 或者是Oakridge Mall以前的历史 在旧的Oakridge Mall建成之前 其实这里是一片树林 当初是砍伐了所有树木 去建造旧摩 发展商Wiseband 是比较重视绿化的 大家看到整个售楼中心 都用了很多不同的green 或者是花的效果去装饰 所以它是希望把这个元素 带回到楼盘和整个摩里面 首先它第一样做的就是 改了名字 它就不再叫Oakridge Mall 叫做Oakridge Park 也是形象化了这件事 它会种回1400棵树 可以进入里面 而且大家看到 如果我们就这样 例如在现在拍摄的建设模 或者将来的楼盘建设模 你都会发现 眨眼看上去 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商场 因为你会看到 它的屋顶 好像全部都是绿色 包括这一块最大块 好像梯田 这里很多好像园艺花圃 然后很多树 然后很多一大片草地 或者球场的空间 包括那些屋顶的位置 和平台的平台位置 都充满了绿色的东西和树 这是它的楼盘的一大特色 是一个绿化的问题 另外就是 始终这个也是一个商业项目 所以有人在这里住 楼价希望会升 有人在这里买office 在这里营运生意 亦都有商场有品牌入住去买东西 所以它希望最终这个楼盘 都可以带到人流进来 但人流进来未必有消费 但人流就会刺激消费 所以发展商在设计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这些一块 一个地区 有几个地区 就能看到一个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后面一个 前面一个 这些全部都是它的不同的主题区域 简单来说 没有东西的时候 它就是散步 大家可以聊聊天 就是绿化的空间 但当它有些大时大折的时候 它可以在不同的地区 去做不同的活动 去迎合节日 或者是卖东西 或者是凝聚群众 音乐 跳舞 等等其他东西 这是发展商另一个设计 还有Apple Store都会开 Apple Store就会在这个位置 那里有一块玻璃的位置 我过来这里指给大家看 这一块 Apple Store就会开在这里 然后这一堆草的下面 就是有五万尺的空间 那里会是一个超级市场 这一个超级市场 会是比较中高端 和中西合璧的一种新型的超市 那个brand name 暂时未知 很大有机会是一个新的品牌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停车 有6000个 包括住宅和客户 所有加上6000个的停车位 都会在下面 都会在地下空间 因为保安的问题 所以它是将公共大家进去 这个摩停车的位置 以及住宅停车位是完全分开的 就不是大家常见到一些 下面有商场的住宅 大家共用一个入车口 不过去到第二个门才是住宅 它完全分开入口 升降机也是这样的 我记得几年前 我刚刚开始做经纪的时候 刚刚开始接触楼花和Oakridge 的时候 二千多元一尺 很贵 现在都二千多了 接近三千了 到底它贵在哪里 为什么它这么贵 但它为什么可以一栋一栋地卖到呢 我们来解解一下它贵在哪里 以及到底什么人会买Oakridge 首先呢 我刚才都跟发展商那边了解了 我们大部分去买楼盘的时候 都是在买一个Fixture 譬如说厨柜装好了 厨房电器洗衣机洗碗机包 就是这样的了 到时你自己坐油墙 配傢俱 但是Oakridge的话 它的住宅 其实它是拿包入住 我们讲得简单 就是说你只需要买床单 以及搬衣服进去 它整屋的傢俱是全包给你的 所以就不需要你再去订傢俱 到处买去买的 你只需要选择一只漂亮的床单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了 讲到傢俱是什么傢俱呢 傢俱都很分很多不同的级数 IKEA的傢俱也可以 隨便的监店也可以 不是这样的 其实Westpan用的 全部都是B&B Italia的傢俱 这个品牌是纯手工订制的傢俱 即是说Oakridge每个单位 配给你的傢俱 不是说几千元的东西 是说几万元 甚至十几二十万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Oakridge整个建设 整个建设的模式 设计不像Cookie Cutter 每一层都一模一样 所以它可以配合同一组傢俱 Massive Order 一千个就给你的 它有很多Taylor的Fall Plan 每一层或每几层的设计就转一转 所以它每一只一房 每一只两房 每一只三房都不同 Morlite是设计完Fall Plan 再购买一个傢俱 Morlite的合作 就是West Bank 或者那一栋楼的设计师 和B&B Italia Inform 设计师合作 为那个单位 去做对的单位的尺寸设计 再加上手工订制 用的布料 全部都不可以量购 所以会令到大家 住在那个单位里面 其实是不同的感觉 是很度身订造的傢俱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所有的单位 都是送了Apple的智能家居 即是说你家里面的所有音响系统 亮晶 全部都可以 跟你的手机 亦都有两层的窗帘 它用的 不是我们经常在Condo 看到的 Roller Blinds 或者旧色的白页链 它全部都是布链 有两层的 一层就像白沙的布链 再有一层就是深色 布料厚一点的遮光链 这两层的窗帘 都是Motorized 都可以是 你用手机 或者用Apple Home 命令它开山 我刚才说的很多 例如说 傢俬的项目 亮晶等等 这些全部都包在 你的purchase price里面 不是upgrade items 这个楼盘发展商 是没有去说 我有个水斜村 那么长的upgrade list 你要这个傢俬或者这个灯 就加多少钱 你要换什么地板 它没有的 它就是一口价 它买给你的 就是整个单位 度身定制好的设计 包括傢俬 包括电器 包括地板 那就OK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想 哎呀 我加不加这个好呢 减不减这个好呢 就很减结 我觉得 比较 怎么说呢 容易买 一买就已经买完 最top了 就不用你再加 也会有客人问 我想这个单位 可不可以改一改 这个房子可不可以不要 或者甚至有朋友问过我 它的单位三房都不够大 我簡直想可不可以 一个大一点的三房 可不可以combine unit 但大部份发展商 都说不行 是做不到 是改一点都改不到 最多有些upgrade 比如说多些new hit 但Oakridge的话 West Bank可以做到的 就是taylor 解答了我刚才说的问题 我要一个大三房 大两房 combine unit可以做到 职的设计 有些改动 也可以做到 但当然 这个也有时间线 因为呢 我们不是刚刚开卖 或者第一期 第一栋 它已经开始起 楼高越来越高 每天都起高了 所以去到某一段的时候 有些单位就改不了 因为plumbing已经做好了 现在呢 我知道呢 大单位 例如两房 三房 我们这边 都可以帮你安排到 做一些更改 那些小单位 就是简单的更改 大单位 可能是结构商 或者是plumbing 水管的更改等等 所以这个taylor 也是West Bank的楼盘 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进去另一个topic 就是valet parking 这个也是之前 刚刚入行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起 哇 valet parking 我连车位都没有 那不是很不行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来拆解一下 他的valet parking 是怎样去运作 以及我们去讲一下 为什么他要valet parking 其实呢 住在西区也好 住在这个Oakridge Park 里面的人 他的positioning 是比较高端一点 而且呢 他是很着重的 就是安全 安全 安全 我们知道平时 我们的underground parking 和underground storage 是常常会有break in的情况 就是保安多好 或者是建议 就算是单摊 都会有这个情况 其实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是住户可以自己进去的parking gate 你的valet可以开到 那便一定有限集人 是会进去跟着你车尾 或者是朋友来visitor parking 或者一点都进去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会用了valet parking 第一个是保安 第二个是方便 方便一会再说 保安的话 即是整个住户的室内停车场 是除了westbank自己的安保人员 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 你自己也进不到 你回家的时候 你不需要潜入停车场 转来转去找你的停车位 再由停车位找你的升降 再上回来 你直接就像酒店 我们有时住酒店valet parking 你停在门口 你的东西拿下车 之后你的车就交给他 他就会帮你找个位置拍好 尤其是有电车的朋友 因为他们现在下面 是有电车的位置 但不是每个都有 用80安倍左右的充电 或者快速度 他知道你这部是电车 他就会帮你去充电 或者做好安排 然后大家停车在门口上楼 如果你拿着很多东西的话 他会帮你一起拿东西 就会像酒店式的服务 你要去拿车的时候 会不会很麻烦呢 这又是另一个大家会问的问题 我平时下街立即下车就可以了 但现在我的车 要人家valet 会不会等很久呢 现在的standard arrangement 大约你预五至十分钟以内 你的车就会准备了 这个是说你突然想起 我要出街了 我去Apps那里按 那就五分钟至十分钟 但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的 或者你可能是前一晚 或者你一路知道 你每天几点用车 你都可以 preset 就不用每天按 那么麻烦 但你说像我这样 Kerry 我经厅几天时间都不一样 我是一场很临急临忙的人 突然之间 或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适的 你就可以大概预五至十分钟 其实这个时间是否很长呢 大家可以想就是 如果你没有替告这些事情 你在楼上等车 到楼下铁 再在搭档里找回你的车 然後铁上地面 其实那些都可能差不多有五分钟 所以原格来说 你会等多一点时间 但不需要客人在搭档里走来走来走 亦是解决了安全的问题 这是他们的Valet Service 我们刚才说了 会分享是什么人住在Oakridge 说它这么贵 谁买得起 为什么要买那里 买隔离 刚才说了是安全的问题 其实我发现很多我们买Oakridge的客户 都是一些住在西区的人 或者是他们想要一个高端的家居 再加上高端的服务 因为下面的Concierge 就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好像平时那样 就是坐在那里 你进来看一看 打个招呼 收下包裹算了 它是有很多Service的 在这个建议里面 除了刚才说 你拿了很多东西 会有人帮你拿上来之外 你也可以预约了 譬如下边的人手洗车服务 甚至是有一些欧洲车 Luxury Car的Carshare服务等等 这栋楼是会有的 比起你可能是一阶之隔的其他楼盘 或者你住远一点的城市 他所提供的会所等等 他就会多很多 温哥华虽然是一个 不算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Toronto才是最大的 我们这边其实很小的 单单很小 但是都是很多比较有钱的人 会住在这里的 但是未必他们 由年头到年尾都会住在温哥华 然后每天上班 很多时候可能去到中年 甚至是他可能是一个 他可能是住三四个月 其他时间是环游世界 或者是其他城市去美国 或者是去Toronto 他就会选一些 类似这些单位去住在这里 因为他不需要担心安全的问题 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他住在里面的话 他就只是回来 可能住三四个月 休息之后又走了 那就减这一类型 这些朋友一定会说 我买200多万 或者甚至300多万 去买个三房的Condo 我为什么不加钱去买房子 很多人是这样去比较的 但是其实是很难去比较的 因为房子的维护成本 和他带到给你的东西 和一个Condo 在一个建筑保障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要看看你是哪一类人 你是家里有一家大小 和爸爸妈妈 或者我小朋友一起住 要后花圆的 可能Oakwish Park 就未必适合你的 但反而可能你是 两夫妻准备到处去玩 然后我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最怕被人爆隔 那些 或者是怕晚上睡觉 好像我爸爸常说 我爸爸很搞笑 住在家里 我的家里有四五道门 常常都要去查查每道门 其实我们明明没有发生过 任何爆隔的事件 但他也很担心 还是要锁好门 然后我妈妈晚上听到声音 很紧张 外面灯开了又很紧张 你住Condo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说太多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是在45街 就是Oakwish的楼盘 南边的位置 向前往就是北 这条横街就是东西45街 前面的十字路口就是大街Camby 在北边就是41街 过了楼盘 因为整个楼盘都是这个block里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天秤 最近我们今天focus的 Residential Tower 和下面的office space 就会在这一块 就是靠近45街这一边 和Camby上面 他现在已经看到 它起到第3、第4层了 还在起office的位置 Residential那里 就是未起到上去的 这个天秤 这个向里面的话就是内园区 大家看到它也有一些 存在的建筑没有拆 但主要的mall area就建了 中间这个就做了地基 但未开始建的就是第二期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住宅建筑的话 它向东边就相对open的 西边有旧建筑也很矮 南边的话也有一些楼 这个mall 即是商场的地基 都已经做好 再一直在建上去 商场的高度就不是很高 主要都是3、4层是max的 然后整个Oak Ridge的话 其实来到这一段 大家就不会再看到Skytrain那条天桥 其实它是落了地底的 所以它的地铁站 就是近社一街那边 就是地底的地铁站的 这里一直过去 我们现在走走走走走 再上到Camby 刚刚好可以过马路 我们过去对面看看 这边就是很多这些风路 或者改造的措施 因为这边也在建楼 一直都在变 我们走到这边有些open的位置 就看到这些里面的港斤 水泥也在建 这边应该就是我们也在说 会卖的商业楼 就是对着Camby 就是下面是business 上面就是住宅 所以我刚刚在边也在跟大家分享 随着它的楼越建越高 将来大家如果再过多几个月 想买的时候 你的alternation 就是你和发展商要求的改建 或者不是改建 就是你可能taylor多一点 房间更大一点 或者怎么样 就越来越难做了 因为它已经建了上去 好 踢20开始 踢20 好 等 近一点 好 好 好 为什么呢 是什么 我拍不到你 我拍不到你 OK 好 正确来说是叫Oakridge Park 是一个 又拍不到你 好 好 好 是好 我来到它的兽楼中心 就现场来拆解一下 等等 你想我怎么走 我走的 就你了 那说好了 現在已經是take 23了 但其實又沒有正式 等一下 你想怎樣 不是 這一棟的設計師就是 忘記了 這棟樓的設計師就是 等一下 我要拿一棟 它的名字是 West Bank x Oak Ridge 不是 是 Oak Ridge x West Bank 設計師是 Assuma Mercado 或者外面也可以 你在哪裡 你剛剛無緣無故說什麼 對 警官 你沒聽嗎 你要先拼一下嗎 要不想想想 想想想什麼 要不想想想想 對 最愛你不想說 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我有 但今天不可以是有點累 先休息一下 是啊 已經很睏 我們今天由早上九點半出發 現在六點鐘收工回去吃飯 說到我的聲音都關了 會不會太煩了